Plastiqphoto.hk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Plastiqphoto.hk 今天我們講一講APS 或APS-C Frame Size的相機 我們上次就講入門 講笑 其實大部份入門都是選APS-C的 現在去到本身M43都很多 M43都很多,以前 因為這次我們會選擇性價比之冠 因為同一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選相機 都是要追求 可能它打開手機 又要夠歡迎度 或者可能對焦的時候 相對來說 可以中焦機會多些 無論是拍照或拍片 應該就是波鞋街道理 爛造王的Sony 你要什麼價錢它都有 當然 我們為什麼會講APS-C 就是說其實Full Frame 雖然它 今時今日 都已經有一個性價比很高 我做得來 就好像Sony的A7C 或者是Nikon的Snap 5 但是 在實際情況 就是說你買完機 都還要買鏡子 還有就算 就是說 到了2021年的6月 今天 就是 現在是不是還是一個 正確的機會去買4.3呢 這個我們有些相確的 所以今天 我們就真的 去看 Sony這個家族 這個 波鞋街 波鞋街 究竟有幾個給你選擇 對 整條街都是它的 沒錯 那首先 先說一說 為什麼一來就會說 Sony的A6 字塔 多選擇 的Series 我們要說一說 其實以前只有 NEX NEX 我都用過很多 對 其實那個年代 我還喜歡得多些 因為有TUSCREEN 對 什麼TUSCREEN 那時候真的有 是秘密 不會再看 Sony就是每一步進步 每一步擠牙膏 剪一些東西 剪一些東西 那時候 剛推出了NC7 然後到6 7我都有用過年多 覺得 非常好 真的 我給這個單反 歐風 有很多年的GINO 雖然都繼續用當年 那我買了NC7 那就 用得很開心 拍影片 全部都可以 出片做到 用到的 對 直到Sony 就是Reband as Alpha 之後 他們就真正 可以說 是把五個Line 和剛才NX7 NX的那些 都抹掉了 我們從6開始說 其實真的 眼花撩亂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次 特地開這支 我們沒有理會 我現在買到的 最便宜 好像還買到A6000開始 對 因為要說 Sony是很喜歡 將新舊相機 就成為一條 產品線 繼續 舊機繼續賣 賣便宜一點 對 還要買到剛剛新產的 新產 就好像我自己的 A7 III為例 我那時候 它出了差不多 一年半的時候 我買的時候 它還是剛剛新鮮葉辣 這樣到的 所以其實Sony 是很輕 將它 全線的 產品 它不會 就是減產 減能 但是繼續賣 對 但是都有人還在賣 對 現在我們會討論的是 A6000到66 612345 沒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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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6146 其實就是 前三代的後計機 對 其實分三條拉 如果 以拉頭 第一部機 是A6000 A6300 A6500 分三條拉 當然 專業 上去影片 人們說 Broad機 都可以用 當然 看你不同的 不同的 工作的大小 分配 當年我用了A6000 從2014年開始 我應該用了三年 我一直用兩部機 我戴著兩部機 都不覺得重 已經脫離了當年 US5 真的要用兩部機 因為當時是傳媒 1-man band 拍照加影片 然後再收拾 對 那邊拍攝機 那邊就拿一部相機 去拍照 配合 配合 就很好 很好用 但是 一出太陽 四座 出太陽 四座 出太陽 什麼意思 出太陽 嚴重 一分鐘 所以繼而 在2019年 其實三部後介機 主要是解決它的散熱問題 19年才解決 16年的630 都好像未解決到 是的 甚至乎這個 6500 都好像解決不到 沒錯 它只不過是 機身的散熱好些 但其實不是 底運裡面的chipset 本身的造工 令到它的 產業的能力降低 只不過是 它不讓你活動 好興奮 感覺不到 是嗎 好興奮 去到2019年 正正式式 就真的解決了 影片拍片的問題 好 那Colin 一堆這樣 6000到6600 那怎麼選擇 Sony 是很簡單的 是 用錢 跟蘋果一樣 就是 按入網頁 或者按我們最喜歡看的 Price.com 是 一目二了然 價錢 簡單來說 由6000 最小號碼 到600 最貴 最大的號碼 由便宜到貴 任君選擇 是否已經講完這段影片 哈哈哈哈 是 要先講一點點 Sony 你都將這塊APS-C的CMOS 都發揮一臨未盡子 就是 用盡它 用盡它 要提醒的 是否A6000 其實是上一代 上一代是2014年的 是的 但由6.1 到66 這五部機 就是同一款CMOS 但最大的分別就是 6000 6300 和6500 都是類似舊款的 Menu Frameware 操作上 對面又不同一點 都是這麼複雜的 如果在拍照方面 其實就是 新CMOS 無論是大ISO Dynamic Range 都是有優勢的 有少少優勢 例如A6000 Dynamic Range 有大概13.1級 之後那些 其他就是13.7級 其實都很夠用 在普通拍照 都夠了 我們會講的是 拍照功能的分別 如果只講拍照 暫時我們 拍照功能 你要高一點 快一點 拍到一些動物 或者跑車之類 或者有雀鳥 那些 6300 會比6100 是 以價錢去分別 已經不同 不用年代分的 如果只拍照 分別不會太大 只是需要對焦速度 還有這個眼睛 眼睛 眼睛操控的對焦能力 其實6300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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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焦能力 對焦能力 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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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 6300 6500 會比較好 理論上 很簡單 字面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價錢 其實機身告訴你 認得到 對不對得到 就另一回事 但我試過 6100 真的 新機是 真的不一樣 雖然是最便宜的 應該是 那拍照 除了剛才說 高ISO之外 還有什麼呢 另外高ISO 你其實都沒有說過 那些新的 例如 64 65 高級 即高級 小小的機器 新品種 可以延長高ISO 即機身內延續 延續 ISO 其實 分別都不大 我們知道 電腦收拾出來 就是一樣 你意思所說 雖然是同一顆CMOS 對 在6400和600 這兩部新機 只不過是把原油 那32000 ISO 增加到10萬 內置更新 對 但其實都是軟件 做出來 處理耐數 對 JPY來說 可能會有幫助 對 剛才提到大ISO的時候 同一時間 如果是要處理夜景模式的話 機身防禁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個 你又說得很對 500和600 是有機身防震 對 所以剛才那部機器裡面 是頂級的Series 65和6600 即是頂級的新舊機都好 都是有SENSOR 防震的 有5AXS的防震 所以導致它 6500 再重都50GB 50GB很少 是啊 然後到6600 換了一顆新的大電 大概是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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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有好處 如果以拍照 即是全日拍照的計 另計 因為影片的操作 試用方法 分別很大 都很重要 我只是想說 以拍照來說 如果全日拍照的話 6600 用兩顆新的大電 即是A7G的新電 大概2點 A7 III的新電 對 A7 III的新電 大概是小電的2點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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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1、2個電夠用的 用盡你的能力去拍照 都是2個電 即是2個電 全日 對 例如低小階那些機 6、5、以下那些機 起碼都要4、5個電 一天都要 拍照的話 但以對焦點來計 其實除了6000之外 全部都是425點對焦 幾乎一樣 對 實際裡面來說 即是反螢幕 螢幕 螢幕的 螢幕都一樣 但是呢 要看回就是 EVF 這很重要 Date Lader 經常都需要用到 對 其實最便宜的 6000和6100 本身的螢幕 144 另外 那四部都是高級 240萬左右 那其實 以看下去裡面來說 其實都清晰很多 很清晰的 但其實很難選擇 因為這裡有高的 又沒有的 是啊 那如果 單純拍照來計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分野 就是說 最高級的那部 是 6600 是 6600或者6500上一代 就是有防震 其他全部都沒有防震 對拍照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多一級開門 有夜景 又可以拍到 多一些東西 是啊 所以說 即使那個ISO 就算是軟件推也好 能力也好 而最高級的那部 是多了防震 所以其實這個 是重要的 再配合原裝鏡 其實可以 再多一級 我覺得是 不止多一級半 那麼簡單 而剛才最便宜的Series 其實就是說 它會減掉你 就沒有防震 就是UVF 也特別差的 是啊 看不到東西 但是我 其實我也很 坦白說 6000我都用了三年 都正常拍照 去到很多地方拍影片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什麼都可以 是啊 前提是現在還可以賣 是啊 但最另外 即是physically的問題 就是 例如6000和6100 是沒有防震功能的 是 但是說真的 你下雨的那些 通常都不會衝出去演技 是 所以分別影響都不會太大 這些東西 這樣這麼亂之下 那麼那麼多部機 其實在影商方面 還有什麼分別呢 到最後 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我覺得是 是JPEG level的Safe 是 我想其實你看回時序 你也看到了 2014年 然後到2016年 才有另一部機 即是隔了兩年 其實呢 這兩年來 多了什麼呢 是 Extra Fine的JPEG level 即是JPEG 再漂亮一點 直接用得 我同事也用得 因為那兩年期間 我發現 為什麼沒有新機呢 我帶我同事 有十個同事去買 都是這部機 我覺得這部機 我覺得好買到瘋子 然後再加上 我當時就結束了 我沒有再繼續 叫同事買 因為 有時候有些同事說 拍照是否有正音快門 因為手機都沒有聲音 去到6000以後 打到全部機 都有正音快門 但是連拍方面 看到 每部機都說自己是 11fps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連拍就是那個速度 沒有變 但是你Buffer 和Safe 那個Slock 即是那些卡 有幾快 那部機有幾快 好像沒有提 對 永遠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拍這麼快 就買定盒機 當然 當然 再加上 我剛才還沒提到的 就是正音快門 那方面 如果 大家要用正音快門 要連拍的話 如果那系列的照片 大家想用來連續動作做的話 就千萬不要 不要用正音快門 對 因為我會發現幾次都是這樣 就算人不動 景不動 我的機器不動 它有四邊角都會這樣扭 所以如果要把相片變成Motion 的話 Motion Video JPEG也好 那你就最好 就用回機器範圍 會好很多 除非你用A9 而已 A92 哈哈 我已經講了盲腸 那這裏都是跟攝影相關的分別 是啊 大概關於拍照的都是這樣 分享給大家 我們講了那麼久 都只是講了關於攝影的分別 是啊 但是拍片那方面 我們真的要到下一集再講一講 因為其實真的想 因為太多人問了這條問題 就是說 整個錄的series裡面 究竟拍照怎麼選擇 拍片怎麼選擇 而且價錢重點不太重要 所以如果現在拍照又加上拍片的利 那就看下一集了